迎接岁末年中圣诞佳节 瑞瑞香公所第八届环保圣诞树装置竞赛 总共八支参赛队伍 也在今天陆续将作品 省立在香公所前的广场 而每座圣诞树风格独具 相当有特色 而香公所表示 除了签三名的奖金 即日起也开放网路票选 邀请大家一起来投票选出 最佳人气的圣诞树 两周前 报名角株瑞瑞香今年度环保圣诞树装置 比赛的社区部落或教会 赶在今天最后一天的制作赛程 将作品处理在香公所前广场 做最后的不止收尾 这次的主题是天使报家音 我们一贯的材质就是使用PP板 塑胶的PP板 然后呢 这是因为我们的颜色是用广告颜料 那怕它就是不耐 所以我们就加了帐篷 然后再配合一些的那个县城的那些的圣诞灯 这一个圣诞老公公是阿嬷 阿嬷缝的 阿嬷筛的 我的idea给他们 他们就把它做出来了 好强 厉害吧 我的阿嬷 日瑟香第八届环保圣诞树装置竞赛 总共有八队社区部落教会来参加 各个参赛队伍发挥创意巧思 每座圣诞树作品风格独具 相当具有各自社区的风格 令人引人入胜 我们重新再让那个蝴蝶活过来 然后就加上我们社区进南工坊的染布 就是非常鲜艳非常美丽的染布 然后这只蝴蝶就会变成 专属于复原社区 只有复原社区才有的蝴蝶 然后这次就是让阿嬷们去缝制 这个用布缝制上去 然后变成我们一个特色的 一个比赛的主题 那希望蝴蝶可以飞来相公所 未来可以飞遍每个社区 有兴趣的话 欢迎来跟我们订购 在各个参赛队伍的创意巧思下 将相公所点缀成了圣诞树林一般的绚烂热闹 相公所今年也激出重赏 除了前三名奖金 也有网络票选最佳人气奖 即日起也开放网络票选 增加大众的参与度 因为我们公所有补助材料会 一组一万块 然后最高奖金六千 还有我们网络投票三千 希望说我们的乡亲好朋友 可以在网络投票 除了竞争激烈的 环保创意圣诞树比赛 另外相公所也将会在 22号的晚间办理圣诞 将您划跨年晚会 当天晚上将会有 环保圣诞树竞赛颁奖 诗歌传唱与原优会 摸彩等等精彩丰富的活动 邀约大众一起送旧迎新请圣诞 记者是玉兰瑞士采访报导 字幕志愿者是玉兰瑞士采访报导